我们敬礼传承主持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师大宝宝王喀玛巴 图灯达吉上师 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赴摩主尊 药师流离光荣佛 师母 徒登师弟仁波切 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胡先生及夫人 韩务真理事 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 廖东周大师及夫人 修计师姐 中央研究院厌室 朱师姚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理事 南投县议会 剑景景贤医员 前南投县政府社会处长熊俊平先生 中山医学大学副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陈生龙博士 中国中教授团 王晋玄特聘教授 王李教授 麦易房教授 蔡柏玄特聘教授 蔡柏玉教授 杜浩翔教授 杜浩翔教授 叶淑文教授 林秀菊教授 林秀菊教授 洪欣怡教授 游江城博士 林俊安医师 林俊安医师 中委会法律顾问 卓中山律师 华工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台湾区 华工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立法委员蔡奇昌先生 代表陈慧梅女士 台南市蔡旺前议员代表 高雄市许慧一 议员代表 敬宇企业公司总经理 台南市蔡旭 张怡甄女士 七品家具生活馆董事长 黄淑琪小姐 台湾电语教育学会女士长 陈怡辰先生 执行长 执行长 简静文女士 那我的大学同学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陈哲霞女士 蔡明怡先生夫人 蔡明怡先生夫人 楊淑梅女士 蔡明怡先生夫人 楊淑梅女士 大阅满九次第 喜金刚讲义及密中道次第广论 制作人 连岳上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制作人 徐雅琪师姐 徐雅琪师姐 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 卢国云女士 And the husband 感谢 感谢 陈浩明师兄 赞助打赞十万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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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还要再讲其他的问候语吗 不用了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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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般人 都有很多的病痛 另外 身體上的病痛 還有心靈上的病痛 種種的痛苦 都在人間呈現 請請要是流利光王佛 以你的大試驗 請你扶貧我們心靈的創傷 請你讓我們身上的疾病能夠潜移 請要是流利光王佛放大光明 照文每一位仪惠的弟子 網路上的同門 還有所有的貴賓 讓他們的身心都非常的平安 健康 而且能夠弘揚征活祕法 每一個人修行都有成就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光明 不畏病苦所苦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齊勤 別卡罪啊 別卡罪啊 要是流利光王佛 放光佳直 宜慧重等 那麼東方 要是流利光如來 他有一個世界 叫做流離世界 流離世界 是屬於要是佛的 那麼在佛教裡面呢 又把要是佛跟這個阿出佛連在一起 他們是不同的名字 但是是同體一名 同體一名 在五方佛裡面 這個要是流利光王佛 屬這個東方 屬東方 那麼他的世界 也是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殊聖 要是佛對我們來講 在這個世界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的試驗當中 其中有一條 就是他能夠解除眾生所有的病苦 那麼我們儀慧的大眾 足齊者 報名者 儀慧者 在這一次的附魔裡面 師尊 師尊 恳請佛喀子亞 要是流利光王佛 加持眾等 每一個人身體都能夠健康 那麼心靈呢 都能夠得到平安 這在我們人間來講 是最重要的 那麼感謝這個 要是流利光王佛的降臨 以及試者 日光偏照菩薩 夜光偏照菩薩 要王菩薩 要上菩薩 十二 要差神將 歷臨這一次的附魔 我們今天呢 就再繼續講這個 密教大圓滿的五層灌頂 五層灌頂 上回提到的是色灌頂 還有深灌頂 還有香灌頂 那麼第四呢 就是味灌頂 其實很簡單講 這個色 這個色 就是眼睛 所看到的一切 深灌頂 就是耳朵 所聽到的一切 相灌頂 相灌頂 就是口 等於是口 所說的一切 未灌頂 就是舌頭 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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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接觸到的一切 那今天是講味灌頂 味灌頂 是屬於眼 相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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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鼻子 所修到的一切 相灌頂 是鼻子 眼、耳、鼻、舌 這個舌頭呢 就是屬於味灌頂 味灌頂 那這時候啊 上司吃一根很辣的東西 就像辣椒一樣 那個辣椒呢 可以講是朝天椒 朝天椒的辣椒 是很辣的 那 它讓你吃的時候 就已經把你的舌頭給麻掉了 麻掉了 然後叫你吃百味 百味就變成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這個是舌根的親近 舌根的親近 其實我們在這裡的 馬來西亞同盟 跟這個印尼同盟 東南亞的同盟 大部分都是吃辣椒 都是吃辣椒 七里 七里 就是辣椒 那麼 這個辣椒很辣的 像朝天椒 就是很辣的 我們台灣有一種 叫做德調劑 德調劑的這個檳榔 檳榔是德調劑 我以前吃過這個德調劑的檳榔 師尊是人家給我檳榔 那 我就吃 吃了以後呢 人是站不住的 要坐下來 我整個人坐下來 而且整個頭 沒有辦法平衡 人就坐下來 整個頭非常的暈 暈眩 一直在東海西宴的這個門口坐下來 然後呢 就一直暈眩 一直暈眩 整整半個小時 這個辣椒的厲害 我年輕的時候 吃辣椒是 吃胎腹 在西雅圖有一間餐館 叫做泰鸡肯 泰鸡肯 就是胎腹 泰國菜 我是吃五星的辣 五星的辣 這吃完呢 這個嘴巴是很辣 然後連續三天呢 屁股都很辣 你們吃辣椒了有沒有這個經驗 好像我今天吃了辣椒 明天早上連屁股都辣 就是有這種經驗 那個辣的真的是很辣很辣的 那個聽他們講辣了不能喝冰水 是不是 吃辣椒的時候不能喝冰水會更辣 那要多吃飯 可能吃飯吧 你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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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可以壓下去 這個辣椒這個是很厲害 年纪大的人不能吃辣椒 以前我在军中的时候 在军中我当采买出去买菜 在台中的建国市场 我们称为阿兵哥的市场 去建国市场 去采购去买菜 忘了买辣椒 回到经营以后 他们就开始办斗 就是办几桌给所有的同袍 一起吃饭 就忘了买辣椒 他们喜欢辣椒跟牛津 跟这个小鱼 跟花生 炒成一盘 炒成一盘很辣的这样 一定要有辣一盘 我这个当采买的第一次采买 忘了买辣椒 那天餐馆 突然间发出一个声音 就是每个人拿着筷子敲碗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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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哇 整个餐馆都在啪 我这个采买吓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说怎么没有辣椒 那一会儿被叫到那个连长面前站住 连长就把我信了一顿 记得一定要买辣椒 发生辣椒 发生辣椒 小鱼 一起炒 一起炒 有一次我又被连长叫去 又站在连长面前 又被信了一顿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买鱼 买了鱼 移回来吃 然后我用鱼丸 又去炒青菜 用鱼丸去配菜 配其他的菜 连长信了一顿 他说既然有鱼了 为什么买鱼丸 怎么可以两种鱼 两种 也被骂了一顿 这个辣椒是非常重要 辣椒在东南亚是很重要的 无辣不翻 每一次供灾的时候 特别要吩咐 这个厨房 一定要 最辣的辣椒要拿出来 最辣的辣椒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以前讲过 眼睛要闭起来 你就没有射成事件 耳朵不听 你就没有阴沉事件 鼻子不秀 你就没有这个 香臭的事件 就没有 你的舌头不长 没有味蕾 没有味蕾 你就没有喜 或者是欢喜 跟这个厌恶的那一种味道的这个世界 你就会没有 其实做这种灌顶的意思 就是让你的接受 变成平等 变成平等 其实邪佛在这方面 有一句话讲 先观六节 先观六节 眼耳鼻舌身 你把这个六节观 你的精神就不会耗损掉 不会耗损掉 佛法称眼睛是节 耳朵是节 鼻子是节 舌头是节 口是节 另外身体的接触 也是一种感觉 这种节 通通都要消除掉 通通都要消除掉 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样能够 徜徉你的内在的精神的活泼 心灵的提升 你眼睛看得太多了 就被迷惑了 耳朵听得太多了 也被迷惑了 嗅觉也被迷惑了 味觉也被迷惑了 口呢 也被迷惑了 眼耳鼻舌身意 身体的触觉也会被迷惑了 所以一般来讲 所以一般来讲 学佛的人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当你要闭关 进到山里面去闭关 你就不受这个社生的迷惑 社生 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迷惑 你进到高山里面 在苗棚里面修行 你就避掉外面的这些迷惑 要闭关的原因主要是在这里 你讲一个笑话吧 儿子说 爸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都吃点苦 可能我就是富二代 或者是官二代 老爸就讲 你现在吃点苦 你将来生的儿子就是富二代 官二代 儿子很气愤的讲 凭什么我吃苦 让那个小兔仔子享福 老爸说 我当年就是这么这样子想的 这是因果关系啊 另外还讲一点 富 什么叫做富 什么叫做观 这里 富跟观 观就是观路 就是路位 你当官当得很大 像我们这里有台湾最高的高官 这个我们秘书长 台湾最高的高官 台湾省秘书长 因为差不多台湾省主席 副主席 现在都没有了 剩下我们秘书长而已 应该还有啦 有啦 是有啦 但是我们秘书长 他是台湾省 台湾省唯一最高的高官 另外我们的这个大使 廖大使 他是行政院 行政院 北美术协调会的 也是秘书长 也是秘书长 他们都是官 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官 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官 还有富二代 富呢 就是有钱人的 第二代的有钱人 我是真的是 我们像我们来讲起来 我想想我们中国中 应该属于庇腐籍 什么是庇腐籍 庇腐籍就是显堂 就只有显堂在那边叫叫叫叫叫 人家池祭呢 池祭也是恐龙 池祭是恐龙 还有其他的那个 官庙 那个庙啊 像他们是恶语 池祭也是恐龙 何光山也是恐龙 他们都很大只的恐龙 好大 然后呢 台湾的很多有名的庙 像龙山寺啊 像那个行天公啊 都是恶语 那些有钱人 那些有钱的 我们生活中只是一只庇腐 差人家差很远 不过我们的知识 不输人啊 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的厌世啊 朱石仪教授啊 然后我们知识最高的 这里中央的官员 台湾的官员 还有这个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的 这个知识最高的朱厌室 这三个脚一顶起来就不得了了啦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顶呢 这个顶就是教授博士团 作为一个顶 三只脚啊 顶一个顶啊 我们生活中才是顶顶而立 这个 其实为官 或者富有 平等平等 平等平等 真的 我们像小老百姓 只要晚上睡得很好 就是小切心 小幸福 就是很小的幸福 感觉到很幸福 晚上睡得好 一个草席 一条破棉被 我们睡得 天地都忘了 这个时候是最幸福 那个时候啊 等于是高官 很大的官 那我们 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身上的钱 能够生活上非常的舒适 有饭可以吃 有汤可以喝 也有菜 可以吃 以前我们穷人 吃的地瓜 菜脯 穷人 吃的地瓜 菜脯 圆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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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地瓜、吃青菜、吃小魚 跟我們以前是一樣 吃苦瓜 跟我們以前都是一樣的 那些好的東西 會讓你得到三高 我講一個笑話就是 這個文子的父親 跟那個文子講 跟他的小文子講 說我們要搬家 小文子說為什麼要搬家呢 我們住在這裡不是很好嗎 我們這裡是這個富人妻 有錢人住的地方 不行不行 我們一定要搬家 因為我們住在富人妻 我們都會得到三高 好 那搬到窮人區去 搬去以後 這個小文子講說 窮人也是可憐 他們已經吃的 吃的身體雖然健康 我們吸他的血也是很健康 吸他的血也是很健康 但是呢 也讓窮人 被文子釘也是不太好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要做富人 還是做窮人 窮人不會得到三高 所以富跟窮是一樣的 還有官跟平民是一樣的 因為當官的現在也是滿危險的 都是被抓進去官 很多 你看最高的官 你看我們阿扁總統 你看最高的啊 還有現在我們的馬總統 現在也都是也是滿危險的 最高的官都很危險 何況那個像那個什麼 那個最近宣判那個叫什麼名字 葉斯文 葉斯文被判十九年 那種官還是不要當比較好 今天在肯德基便吃便用iPad 看股票 有一個乞丐進來伸手乞討 我就給他一個雞翅膀 然後繼續看股票 乞丐呢肯走雞翅膀沒有走 乞丐稍稍的講 長期的你要做均線交叉 這個KD0 這個KD0 KDJ素 直呢底部反覆會存化 MACD底部背離 能量朝喇叭口擴大 這個股就要漲了 我也是驚奇的問 你乞丐也懂得這個 乞丐講 就是因為我懂這個 我才有了今天 我是不懂得股票 剛剛我是用念的 我是不知道股票的 師尊從來沒有做生意 任何生意我都沒有 那麼我本人也沒有投資股票 也不會做股票 也不會做房地產 房地產也不會 股票也不會 我什麼都不會 我可以講 我很平安的過日子 因為我從來不會倒閉 不會倒閉 因為什麼也沒有損失 該有的就有 不該有的我就沒有 我從來不做生意 所以這個 這個炒股這回事 我是絕對沒有 因為我們畢竟生活中是 壁斧 壁斧也不可能炒股 你有什麼本錢 你就貼在牆壁上而已 還有一個笑話 有三隻壁斧 貼在牆壁上 其中一隻壁斧掉到地上 旁邊兩隻壁斧也跟著掉到地上 為什麼 因為旁邊那兩隻就拍手 所以三隻全部掉到地上 我們生活中是壁斧耶 人家是鱷魚耶 鱷魚就有本錢了 對不對 還有恐龍呢 哇 那更有本錢了 他們當然可以了 我們喔 真的是沒有什麼好講 父親留言 天將大任於私人也 必先慘其臉書 轟其微博 收其電腦 躲其手機 摔其iPad 斷其UFO No No 那個叫做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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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其iFi WiFi 使其百般無聊 無所聊 故 得以用心讀書 這個是跟關掉六節是有關的 把什麼通通都關掉 你才能夠修行 那個兒子就回應了 爹親娘親 不如手機親 寧可起手機 也不要起弦漆 頭可斷 血可流 手機一定要流 你看嗎 現在人人手上有一個手機 人人手上都有手機 告訴大家 師尊真的不會電腦 真的 沒有上過網路 不懂得上網路 那麼 我有幾支手機 我告訴你 對不起 師尊最近有幾支手機 因為都是秘密的人送給我的 我不能講是誰送給我 但是呢 這個手機沒有那麼好 我手機只能夠關機 我只會關機 手滑來關機 是吧 他說滑一下他就關機 我的手機全部都是關的 要打電腦 要打死鬼的 手機的時候 我才把它打開 然後再打死鬼的手機 但是我還是不會上網 所以我沒有這邊的 沒有被這個 好像是說電腦給我 迷掉了 或者是那個 Game Computer Game 被Computer迷住了 沒有 他不能迷我 因為我 因為我不會用 我也不會被 所有的毁謊 網路上的毁謊 所打敗 因為我根本不會上網看 所以我始終沒有看 從頭到尾都沒有看 所以心裡非常的平靜 非常的清靜 如果我上網看 這跟六層灌點是有關係的 跟這個灌點是有關係的 你既然眼睛不看網路 也不會看iPad 也不會看手機 那你人家在網路上怎麼留言 連我都不動心 根本我就不知道 到現在為止 從人家開始 一直到現在 我都不會上網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們有看過我上網嗎 沒有 這個 慧金上司跟蓮儀上司 現在 在家裡面 一個做文書 一個做家事的 工作 那師母 喔 對啦 師母 她去這個 她去 最近 她就是在休息 然後去 那個叫什麼科 那個叫什麼科 什麼 那個醫生啊 醫生 矯正 矯正身體的那個 福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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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去了福建科 福建 因為她去了福建科 福建 一躺下來 然後福建師就給她福建 福建的話 旁邊也有 那是排成一排的 好像旁邊有一個座位 師母一坐好 坐起來 旁邊那一位男士就跟她講 師母你好 師母你好 她在福建科裡面也一道同門 那個同門 不知道在不在這裡 幾所 她去復建 她保養身體 復建 告訴大家 師尊也要復建 師尊也要復建 不過還好 對啦 那個 鄭森榮醫師在這裡 她跟我講 妳的手痛 她介紹我一間 去推哪 去推哪 是數的 不是分的 因為這個鄭森榮醫師啊 她很小的時候 她抱過佛親的 佛親小的時候 她抱過佛親 那時候她就歸醫了 她在讀 醫學大學的時候 她就歸醫了 她現在是博士 她跟我講 有一個推哪師 很好 這個可以去推一推妳的手 然後我就去 去推了 阿嬤 阿嬤 妳給我介紹那一個 我的叫聲啊 我的慘叫的聲音啊 整個推哪的會館 全部都聽到 淒慘的叫聲啊 哀巴叫母 痛死我了 妳知道那個 那個很粗壯的那個男士啊 用底下這個 手肘啊 這樣子在我背上這樣子推啊 我本來沒有那麼痛 被推的更痛 不過推也有好處 她說那個 鄭醫師跟我講 要十次 要推十次 我一次喔 我一次喔 就已經 嚇到尿都流出來 不痛的她也推 她說要平衡 我這個 右手痛喔 她右手先給我按 按到筋啊 用那個 這樣子磨的時候 嗚喔 啊 阿嬤 我連阿公阿嬤 周公周媽 都叫了 姚慈吉姆也叫了 阿彌陀佛也叫了 什麼都叫了 她還是那麼大力 我說較輕耶 她不聽耶 那個按摩師不聽 他又按我這邊 我這邊我跟妳講這邊不痛啊 但是這邊要平衡也給妳按看看 我痛死 一樣的痛啊 我慘叫一個晚上 沒有人救我 因為我沒有手機也沒有辦法喊救命 不過想一想 這個苦啊 你要吃的這個苦知道人間的幾苦 才知道你有這個痛 我才知道原來每天晚上給大家磨頂的時候 那一種痛 他講肩膀痛 講腰痛 講腳痛 講這個心 或者講背 或者講哪裡 肌骨 哪裡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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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痛 不是這裡痛 就是哪裡痛 我始終沒有感覺到什麼痛 我反正我給妳加持 因為我七十歲以前都不知道什麼痛 現在終於知道了 原來痛起來是那麼的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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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痛是這麼痛 而且痛的時候 都是在什麼時候 晚上睡覺的時候才痛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的 白天好好的啊 為什麼晚上睡覺才痛 為什麼晚上睡覺才痛 這個一定有他的道理 可能是晚上睡覺的知識 壓迫到神經 壓迫到神經 可能晚上睡覺的時候壓迫到神經 所以壓迫到這個痛 這樣子 這個壓迫到神經 壓迫到神經 壓迫到神經 這個 壓迫到神經 壓迫到神經 先慈悲 師尊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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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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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尊跟眾生平等 一起慈悲 希望啊 真的要解除眾生的痛苦 很重要 發菩提心啊 給人快樂 解除眾生的痛苦 歡喜的去做 無條件的施捨 平等施捨 慈悲喜捨 忍悲 給人家快樂 悲 給人家快樂 悲 解除眾生的苦 喜 永遠不停止地去做這件事情 捨 平等 沒有分別地去做這樣子的布施 慈悲喜捨 自己有了痛 才知道眾生的痛 所以講 那個維摩基基士有講 眾生有病 我有病 所以我現在講 眾生有痛 我有痛 謝謝 記者訪問 記者訪問年紀最大的魔幻夫妻 記者問 大爺 你都八十多了 每天還叫老伴親愛的 請問你是怎麼做得到 這個大爺就講 唉 別提了 前幾年突然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又不敢問 所以每次碰到就叫親愛的 這個就是耳 你耳朵給他比賽呢 這就升冠頂 你聽不到誹謗的聲音 你耳朵呢 耳朵也有好處 人家罵你 你都不知道 你還歡喜去接受他 歡喜快樂的去接受這個人 他已經在罵你了 你還非常的對他微笑 你看嗎 這是耳朵的好處 所以呢 師尊七十幾 這個很容易忘到別人的名字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叫親愛的 每一個人 現在每一個同門碰到師尊都講 愛している 我就跟他講 親愛的 你好 反正平等嘛 平等對此 然後人家愛你 你也愛眾生 這個時候啊 兩方面通通都冥望 其實沒有耳朵不聽那些懸雜的聲音 心靈比較不會起波動 永遠都是很好的 你永遠對他很好 有的人聽啊 他心中就起波動 不如不聽 看啊 心中起波動 不如不看 聞啊 聞到香味 你心中起波動 不如不聞 所以修法他做這個灌頂就是叫你 不要去看 不要去聽 不要去聞 不要去用舌頭去賞識 哪個是香 哪一種味是好的 這個就是味冠頂 就是講的就是這種味冠頂 就是關閉六節 我們公司羅夏今天有捐血車 為鼓勵捐血 護士說捐250的送指甲檢 接著又說捐500cc的送手錶 哇 怎麼這麼好啊 我們公司的男同事就很興奮的問護士 那我捐1000cc會送什麼呢 護士講說送急診室 所以喔 過疑不疾都不好 過疑不疾 你完全避掉了 那你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但是我們學佛的人喔 在城 出城 處在城市裡面 但是呢 你學習的也等於是出城的心 這一點你必須要做到 也是說 我們看到的不要去被迷惑 聽到的也不要去被迷惑 你嗅到的也不要去被迷惑 這個才是真正的修行 你真正把眼睛完全閉掉 你就很困難 很不好做事情 把耳朵閉掉也不好做事情 就是你聽到好的 你就可以聽 你看到好的 你就可以看 但是看到不應該看的 聽到不應該聽的 你就要把它忘掉 這是在意念上的問題 就是等於是意念上的灌點 意念上 你看到很多不好的 你就把它忘掉 聽到不好的把它忘掉 你忘掉就能夠容易入民 你就得到小切心 就是幸福 就是幸福 所以幸福從哪裡產生呢 幸福其實從忘記裡面產生 就是忘掉一些苦 忘掉一些災難 忘掉一些所有的貪憎之一半 全部通通都忘掉 那是最好的 什麼是老婆呢 老婆就是在你多年以後生病 握在床上 老婆問 要喝水嗎 老公說 搖頭說 我不渴 老婆講說 要吃水果嗎 老公也講 搖頭 我不想吃 老婆見老公 這也搖頭 那也搖頭 於是就講 那我給你找個小三好嗎 小三好嗎 這個時候老公的心在沾抖 用列為花抖的嘴角說 老婆 真的嗎 我可以嗎 這個老婆用失笑非笑地說 你這個死老頭跟你那麼久了 我會不明白你的心意嗎 趕快穿好衣服 穿輕便一點 這樣比較好辦事 這個老公很久沒有那個手 很久已經沒有那個手腳靈佛了 一下子他就穿好衣服 老婆開車 帶著老公到處找 左拐右拐 終於到了一個山口 這個時候老婆給我一根拐杖跟一瓶水 他就講 這附近裡面有最小的山就在這裡 我給你找到了 我給你找到了 小三 你慢慢爬吧 相信爬完以後你身體就會好 天子底下真的是 真的 其實也是很迷人的 這也是一個謎喔 你這個謎是屬於觸灌頂 這一種謎是屬於觸灌頂 觸灌頂 小三也是一個謎喔 也是一種謎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一個謎 那麼跟大家講 這幾個笑話也是很有意義的 你看小三 聽到生病的人聽到小三 他居然手腳就靈佛了 他很快穿好衣服 由太太帶他去看小三 最後終於給他一個拐杖跟水瓶 讓他去爬那個小山 這種謎就是 障礙了也會障礙了 這個心靈的上升 凡是障礙這個 你修行上升的 都是都要做灌頂 所以叫眼耳筆舌生意的灌頂 色身香味觸法的灌頂 都是在這裡 所以蓮華僧大師給我灌了 這五種頂 這五種頂 這主要的意思就是在 讓你去看 所有的色不被色明 聽所有的聲不被聲明 吃所有的味不被味明 接觸所有的 嗅所有的味不被味明 吃所有的東西不被口味所迷 也不要讓身體的接觸 變成一種迷惑 變成迷惑 其實這個都是叫你不要迷的 蓮華僧大師的意思是講 讓你看也不迷 聽也不迷 鼻子嗅到香味也不迷 舌頭 敞到美味也不迷 這個 接觸到你也不迷 這樣子 才能夠修成正果 才能夠得成佛果 如一入迷惑 就是六道輪迴 不入迷惑 你就可以成就上聖 Om Máni Pemihom